这些事情女人做得越多,男人越不想回家 洛克菲勒在《洛克菲勒留给儿子的38封信》中写道 没有谁可以阻挡我们回家的路,除非我们不想回家 现在的社会万家灯火亮得越来越少 人们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 只是冰冷的钢筋水泥搭建了房子而已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回家 为什么他从家感受到的温暖越来越少 甚至在一些人眼中,家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像一个旅馆一样 一些男人哪怕是自己喝得酩酊大醉 哪怕是在车子里坐着 哪怕是在外面转上几圈也不愿意回家呢 其实男人不愿意回家除了男人自己的问题 女人也有着一定的问题 有很多男人下班了不愿意回家 就是不想看见家里的女人 就是不想听见女人的声音 不是因为不爱了 而是对婚姻生活感到失望 对家庭感到厌倦 这种愿见和女人在家里的态度是脱不开关系的 女人要明白这些事情你做的越多 男人越不想回家 抱怨的越多 男人越不想回家 男人上了一天班 身心都会很累 和女人吃一顿晚饭 聊聊一天的事情 一起看看电视 本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但是男人一想到 我自己回到家 女人就是无休止的抱怨 一想到女人的满脸越养烟 就不再想回家了 比起听女人的抱怨 看女人的脸色 男人更希望自己能多安静一会儿 让自己劳累的身心舒缓一会儿 女人如果想让自己的男人撒班后早点回家 那么就少一些抱怨吧 多一些关心 别让你的抱怨阻止了男人回家的脚步 要求男人越多 男人越不想回家 如果你真正的爱一个男人 那么就你别对男人太过苛刻 非要男人赚多少钱 有多大权 毕竟你爱的是男人的本身 而不是爱钱和权 女人总是要求男人这样 要求男人那样 往往最后哪样都得不到 其实男人讨厌女人 对自己要求的太多 男人都是渴望自由的 他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看法 女人别将自己的意愿 强加在男人身上 男人一想到女人 对自己的百般要求 就不愿意回家 不愿意女人继续不停地要求自己 那样会让男人感到太累 多体谅男人一点 体谅他的辛苦 给他鼓励和支持 而不是一直逼他 女人越疑神疑鬼 男人越不想回家 男人最烦的一点 就是女人整天 对自己疑神疑鬼了 不是查手机 就是查男人的工作地方查岗 婚姻是需要信任的 信任是稳定关系的基石 女人越是疑神疑鬼 男人越是感到厌烦 面对女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质问 男人渐渐会失去解释的耐心 女人的这种猜疑 会严重破坏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也会影响到双方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男人一想到回家后 女人便盘问自己今天都干了什么 和谁吃的饭 种种无聊的话题 男人回家的兴趣全无 多给男人一点信任 少一点怀疑 你的婚姻将会幸福很多 作为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男人下了班早点回家 和自己吃上一顿热乎乎的晚饭 聊一聊有趣的话题 那你就要知道 不要对男人总是抱怨 不要对男人过多苛求 更不要对男人疑神疑鬼 想要男人更爱你 你就要用他喜欢的方式去爱他 有些事情你做的越多 男人就会觉得和你在一起很累 越是这样男人越不想回家 感谢观看